松仁机场被批评图利特地厂商 主要是在第一行上 有一个300平的空间 松仁机场让某一家外商银行 以任养的方式来进行美化 14根的柱子 全部包上了这家银行的 企业识别性颜色还有广告 就像是它的分行一样 有人算过 如果把这些柱子当作广告来卖的话 所得的利润比现在要多10倍 立委因此痛批 说交通不独职 大型蓝色沙发搭配浅蓝色系的桌子 旁边还提供电脑上网服务 不说你不知道 还以为是哪间饭店的VIP 但是这其实是松山机场第一行下 不过夸张的是 这个第一行下6号登机门占地300平 机场提供给外商银行 以5年1680万任养费做美化工程 但换算下来 银行每年只花300万 就可以在这里大做广告 听起来就是有 好像对某一个公司特别的 想要给他们favor之类的 应该可以把它让出来 就是把我们该赚的钱还给我们 难怪民众骂翻天 机场管制区总共14根柱子 以前每个月的广告费 就可以赚进至少三四百万 现在外商银行一年只花300万 就可以来这里做企业行销 机场遭批土利 美化机场利益良善 不过原本可以替松基开辟更多裁员 却低价让外商银行承包 甚至独后单一特地厂商 难怪IP失职该检讨 中文新闻刘家伟 陈乃鱼 台北报道